大家好,这里是塑料和批评书 昨儿大家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我们已经分享过了,是宾州这边的选举 认证被法院叫停 川普取得的一个决胜阶段的最大的胜利 所以很多人都很高兴 从昨天开始,川普总统的律师团队 进入了一个货真价实的非常迅猛的一个反击阶段 而且是捷报频传 大家都知道昨天的宾州的官司 主要是朱利安利这个老英雄主导的 那么今天最好的消息当然就是发生在美国的南边 大名鼎鼎的佐治亚州 然后我们的金国英雄女律师 就鲍威尔女士所发泄的一场 针对于佐治亚州政府州务卿的一个盛大的官司 是放出的大招海妖是吧 这个东西是属于整个川普的律师团队 当然鲍威尔是独立的律师 是整个反击阶段的其中的一条路径 之前我也分享过 川普整个他的反击手段 它是三条线 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 针对选举层面的一些腐败的一些细节 主要是细节你要记住 比如说哪个地方把票给撕了呀 哪个地方不让这个监督员近距离观察呀 哪个地方从中做了手脚啊 就是具体的细节 所以无论是宾州还是今天我们马上就要介绍的 鲍威尔女士提出的这个诉讼啊 超级大诉讼都是针对细节 那第二步还没上演呢 第一步就是捷报频传 第二步是什么呢 就是针对整个的选举啊 是不是存在着大量的这个违宪的事情 就是违反了美国的选举法 违反了美国的宪法 你像昨天我们也在另外一堂节目 我们也分享过 比如纽约说州长要禁止这个基督徒 天主教徒啊 然后这个去教会敬拜 结果被最高法院就以违宪的名义 就给禁止了 不准这么搞啊 任何情况下不能剥夺公民的信仰自由 宗教自由 就这么简单 所以川普的第二步 那是比其实比第一步的细节更有杀伤力 就是从违宪的角度去打官司 这样是一直可以达到联邦的最高法院的 而第一步的细节层面 基本上在雄回法庭就可以搞定 所以昨天还没到雄回法庭呢 还只是在宾州的联邦法庭了 就可以搞定 所以第三是什么呢 那就是更大了 就是有什么的Dominion系统 还有叫一个什么Smartmatic 一个软件呢 各种就是外国势力是否参与到 是本次的选举中构成的一个外国势力的一个对美国主权的一个侵犯 以及美国的有些人是不是涉嫌是叛国罪 如果是这个东西通过军事法庭 通过特别法庭能够判定的话 那直接就可以逮人了 就可以抓人了 根本不需要打什么官不官司了啊 大概是什么三条线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所有的这个热闹的信息 所有的我们所看到的胜利都是发生在第一层面 就是从这个舞弊的细节层面啊 然后呢去打一些官司 那么当鲍威尔律师针对两个州 一个是压利桑那州还是什么地方 我主要是指我们就说佐治亚州吧 主要是针对佐治亚州州长和州务卿所主导的 这个11月3号的选举 到底存在哪些惊人的腐败和不是腐败 惊人的舞弊的细节和漏洞 要一个一个给他找出来 然后直接就宣布你这个州的这个选举 就是就是存在大量的舞弊行为 而且是一边倒的支持拜登暗向操作 这样一旦能够坐实的话 那整个州长和州务卿直接就要坐牢 好就就逮人了 第二个就是整个佐治亚州的选举 直接给宣布啊 因为你基于一个选举的不平等的原则 你违背了不平等的原则 直接可以宣布你拜登是失败 而这个川普是在佐治亚州拿到了这个 这个州的选举人票 但是有趣的是我们发现最好笑的事情 今天啊除了说我们这个比较震撼的 这个鲍娃尔的这个啊起诉书以外 放出来了啊108页啊非常的长 在他在鲍娃尔律师的这个官网上面有 然后呢也把它链接已经放到了个推特上面 放到脸书上面啊放放出来没有多久呢啊 好多人都还没来得及看呢 结果这个推特这种这个垃圾机构啊 真的是要不得就直接不仅仅把这个 所有连接过的内容删除 而且直接把这个鲍娃尔的律师的官网 就是他的律师律师楼的官网 就直接宣布是一个非法和危险的网站 不准你通过推特就直接倒过去 你根本就是在推特上你根本看不见 你即便点击他所附带的那个链接啊 谁谁来搞的都进不去啊 就出现这么大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民主党啊 有些这个扭懦啊 有些这个打手已经完全是不管不顾了啊 你想想你无论是从哪个角度 你都不应该这么做 人家是一个法律文本是吧 法律文本这个东西它是可以公开的 那为什么不让他看呢 你怕什么呢 那就是肯定是啊你心里有鬼呗 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很有趣的情况 就是美国的有些社交平台啊 左媒就不用说了啊 左媒基本上就完全已经是一边倒的 拜登的打手了 就有些貌似公正的社交平台 就基于当年克林顿签署的一个一个法案 就那种为所欲为完全抱着 他们非常的邪恶和无耻的一面 已经完全不管不顾啊 所以呢有人分析了 这所有的自媒的平台里面 跟这个拜登的这个腐败跟民主党 卷的最深的直接成为他的这个腐败的一员的 可以说卷的最深的就是两家机构 一个就是推特一个就是脸书啊 脸书现在已经有六个州啊 扎克伯格面临起诉啊干扰美国的大选 这个东西正在以按部就班的打 但是推特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人去起诉他 但是他是做的最露骨的啊 所以你就想想 你用常识想想 我们说美国的大选 比如说李杰老师就这么说的 关于美国本次大选惊人的腐败 真是伤害了美国200多年的民主的历史啊 这个东西根本不需要用所谓的学识 用所谓的这个什么知识分子 用这个那个的理论去分析 什么都不需要啊 你只需要一般人的最简单的一个判断 你就知道美国是出现了巨大的 令人震撼的腐败 美国的国体 美国的宪法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伤害 只需要有最基本的治理 所以我们看到大量的美国人 他真是凭借他们的一个直觉的判断力啊 一个常识 就知道美国现在真的处在一个王国的边缘呢 美国的自由 美国的民主 美国的宪法 已经到了积极可为的程度 所以他们要起来保卫美国 要战斗 拿回我们的美国 拿回我们的权力 拿回我们的自由 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了 所以有很多个地方啊 川普的选民都在积极的准备枪支 准备弹药 据说在宾州 很多个弹药商店的子弹都卖光了 卖空了 很多像很多很多 尤其是很多个摇摆州已经是 人们都做好的准备啊 准备是决已死的 你知道这个民主党 他走到这一步 他是不会后退的 所以你就知道从推特 这么直接的封杀 一个律师的官网 宣布这个官网 是非法 是危险的 你想想你一个推特 你也是一个企业 你有什么机构宣布 另外一个律师事务所 是非法的呢 是危险的呢 这完全已经是戳破要点了 不过我们今天说实话 我们主要的今天还是要分享 鲍威尔的这个前所为的金人的 这个核单机的这个起诉书 他到底讲的是什么 刚好我也仔细看了这个 100多页的这么一个东西 也有人总结了一些很有趣的 一些这个一条一条的 把它挪捏出来的 我也就是找到这样的文献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热闹 就看热闹 但是还是要进入文本 道理鲍威尔律师是提出了 哪一些这个指控的内容 然后指控道理 最后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啊 首先第一呢 是要求从这个 佐治亚州选举票数中删除 至少有96600分的缺席的选票 所以这个地方的关键 就是缺席的选票 就有些选票 它叫缺席选票 因为这个数字和寄出的缺席选票 数字是对不上的 就是你没有寄出这么多缺席选票 但是事实上 你已经到了9万块10万分 你可能实际的数字只有5万分 你还要多出了4万多分缺席的选票 这说明就是4万多分缺席的选票 完全是伪造的 是你民主党的那些工作人员 在现场自己手填的票 叫做缺席选票 而同时鲍威尔律师指出的一个事实 就是在整个佐治亚州 拜登只是领先的川普 从目前的数据看 只领先了多少票 只领先了1万2千张票 那你现在就有9万6600张缺席选票 完全是错误的 那么如果这一个指控它成立的话 那么立即可以宣布整个佐治亚州 都属于川普总统的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什么呢 就是佐治亚州的州长和州务卿 在没有在禁止调查的情况下 为2020年总统的大选 购买了这个Dominion投票机 和刚才我们说的 叫SmartMac那个软件 在有在无可争议的物理证据表明 有无可争议的物理证据表明 投票机和软件的物理安全标准被违反 并且机器违反专业标准 以及州和联邦法律 而且并已经连接到了互联网 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软件和这个投票机 绝对是有问题的 而且它不仅仅的问题 不在于说这个机器里面有什么黑幕 而在于你的物理软件安全标准被违反 因为选举它有选举法的 你直接就违反了 你不能这么做 说是违反了专业的标准 以及违反了州和联邦的法律 而且是你连接到互联网 因为我们这里你这种投票机 如果连接到互联网的话 它很有可能有黑客是吧 它直接可以通过黑客 可以侵入你的这个投票机 然后在后台更改你的数据 你选举是这么大一个事情 这么严重的事情 你怎么能够进入互联网呢 那不可以这么做 这个东西一旦搞定的话 那你整个Dominion系统 整个叫做什么 佐治亚州的州长和州务卿所搞的 这个Dominion系统和软件 都是属于绝对是犯罪 直接可以就会逮人了 那第三是什么呢 就是佐治亚州有个县叫福尔顿县 选举工作人员在选举之夜 10点左右声称有漏水的现象 就房子漏水啊 然后就疏散这个观察员和工作人员 当场把所有的这个共和党的这边的 所有观察人员工作人员都给他赶走了 有长达几个小时 但是到了凌晨1点钟的时候 选票中心依然有人在没有监票员的情况下 继续操作选票的设备 就是就是所谓的这个中途叫停嘛 然后把人赶走了嘛是吧 这个东西肯定是违反程序的 你你你没有遵守一个平等员 在你也违反那个选举法 违反了宪法也是属于违宪 第四这个州政府的官员 对选举程序进行了更改更改 违反了州的法律和美国的宪法 第五有一名专家说 Dominion的软件容易遭到黑客的攻击 必须容许实时更改选举数据 将2020年大选中的将军10万张 投给川普总统的选票 当时就转给了拜登 你看他搞了多少恶心的事情 第六根据这个军情局专家的证词 就是已经拿到这个宣誓词证词的 伊朗等外国的这个代理人 访问了Dominion系统 以监测和操纵选举 所以伊朗已经是实打实的操纵 和监测美国的选举就在佐治亚州 所以他们就说这一条是最具有打击性的 也就是所说的这个鲍娃尔 就构成了一个叛国罪 所以这个佐治亚州的州长和州务卿 那是一身的罪 每一个罪都是要判200年 我告诉你他作为千年脑都做不出来 这就是我们平时听的最多的 要释放一个大海妖 叫放大招 这其实是美国国防部的网络计划的一个代号 就是大海妖 拜登集团所有的作弊证据 早已在该计划的监视之下 这跑是跑不掉的 而且这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鲍娃尔律师当时 要从川普团队这个 律师团队里面退出来 成为一个独立的律师 而且马上就注册了一个军事律师的资格 是唯一一名可以起诉叛国罪的大律师 而且这一条诉讼的证据 它不是来自于民间 而是直接来自于军方 无可辩驳 而且直接将大选作弊 与敌类国相关联 被告完全无法据此进行任何辩解 这种证据和指控 必将从佐治亚州国务卿和州长开始 涉及一大片的相关的人员 美国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过叛国罪指控了 今年肯定会开启叛国罪的指控的闸门 所以拜登他们这些人 其实是吃不了兜了 非常的紧张 非常的紧张 主要是一共就指控了这么六条了 这个六条每一条都是核弹机的指控 而且可以说每一条都是大海要 但是真正叫大海要的 还是叫做这个什么外国 尤其是直接告诉你是伊朗政府 直接指控 而伊朗为什么要参与到美国的大选 背后操作呢 我们都知道在奥巴马当总统的时候 伊朗是跟美国的关系 那是前所未有的修复 奥巴马真的是把整个美国的利益给出卖了 跟伊朗说是建立前所未有的友好的关系 然后换取伊朗的核实验的停摆 结果伊朗根本也没听 所以川普上来以后 第一件事情就是停掉了美国跟伊朗之间的一个合约 这就意味着美国其实在伊朗这边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到目前为止还不知道 伊朗人有足够的能力侵入美国的系统 一定是在美国国内它是有内应的 所以你想想每一条都非常震撼 那么说完这些指控的内容以后 主要是诉讼的要求是什么呢 也是有几条 第一是要求佐治亚州的州长州务卿 选举委员会要立即取消对选举结果的认证 停止向当地的选举人团提交认证的结果 第二要求佐治亚州直接宣布 川普总统为选举胜利者 第三要求立即下令扣押 佐治亚州所有的投票机和所有的选举软件 共原告进行专家检查 这就是为什么前两天传出一个段子 说是而且是林伍德说出来的 这么一个大女士 有人说他开玩笑是不可能的 正儿八经的 就是佐治亚州的州务卿和西纳里的 在咖啡厅里一个对话 西纳里给他出了个招 你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些 叫做什么投票机和投票软件物理性的销毁 也就是把它烧掉或者把它砸掉 或者用粉刺去把它粉掉 这样就没有了 会出这样的事情 他们也知道这些东西你只要投票 就在你是你通过后台的数据删除 你是搞不定的 就像我们在电脑里面 我们想把我们的所有的数据删掉 那你是删不掉的 我们自己可是无法恢复 但是精通电脑的专家可以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内 就可以把你所有的数据都给你恢复出来 第四是什么 要发布一个声明 宣布州务卿违反了美国宪法的选举人和相关的条款 第五是要求一项宣告性的判决 宣布佐治亚州的签名验证违反了选举人条款 实际上佐治亚州已经废除了签名验证的这么一个环节 第六是要求一项宣告性的声明 宣布当前一项认证的选举结果 违反了美国的正当程序条款 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也是可以达到最高法院的 第七是宣布一项宣告性声明 宣布邮寄和缺席选票欺诈行为 必须通过完整的手动重新计数 或者从统计角度进行纠正 其应该可以有效验证缺席者的签名选票的信封 第八是判决缺席选票欺占违反宪法的权利 违反了选举法和违反了佐治亚州的法律 第九是基于压倒性的选举 改的证据禁止州政府将当前的结果提交给选举人团 第十保全11月3号12点到3点 就是白天上午12点到下午3点 一直到下午6点佐治亚州福尔顿县 投票过程中使用的所有房间的监控的录像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说的经过英雄 巴吾尔律师那是一个雷尼风行 林伍德律师说他是24小时工作 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而且是在没有收一分钱的情况下 这真的是一个美国的一个英雄 真的是经过英雄 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消息是非常的激动 也是非常的震撼 一个所谓震撼的是震撼佐治亚州 这样一个共和党的州长 和共和党州务卿真的是腐败到这样的程度 然后真的是很感慨 人心真的是比万物都诡诈 不要以为我们这些有保守主义倾向的人 不要以为我们这些基督徒你就不犯罪 人心是经不起任何的试探的 当一堆钱砸在你的头上 你真的你立马就放弃所有的价值底线 这就是我们可笑与可悲的人 第二就是我们很高兴就是 鲍威尔律师取得如此多的细节 和如此震撼 如此有力的这个起搜术 所以今天是一个值得大家记住的日子 好消息是一个接着一个 让我们为鲍威尔律师祷告 为川普总统祷告 为美国祷告 让我们那么多的爱国者 要拿回我们的自由的美国 拿回我们的民主和限制的美国 真的是谢谢大家